拖著行李撐著雨傘 是一位紳士作品出現在國門廣場 在明明細雨中吸引不少遊客搶先拍照 是重返基隆開啟了一個藝術向下扎根的計畫 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我們希望跟基隆往後有更多的各種各樣的活動 把美學扎根在這個國門廣場 這個國門城市 我們現在下著雨 部展的時候下著雨 大家撐著雨傘經過 都會覺得它就是我們城市裡頭 跟我們擦肩而過的一份子 感覺這就是活生生的一個人間 C位紳士不論身材彩繪都不同 臉部的線條雖然簡單 但能夠展出每位紳士獨有的個性 也就是在7月7號正式的開展 那我們這一次的 著名老舍的作品 紳士總共有11個作品 11座 那這11座紳士 我們藉由著名美術館在這個地方的策展 找到適當的位置 跟整個國門廣場的印象來做一個結合 象徵的這個國門呢 是遊客還有旅人進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港口的意象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界展 不僅僅只是藝術品回歸到國門廣場 我們也展開了一年的這樣的一個藝術教育的合作 他們帶來的這個撐傘跟脫行李箱 也是讓我們外地的遊客到我們基隆來就可以看到 很符合我們基隆的這個雕像 情境就是下雨那這些紳士呢也是撐著雨傘拖著提箱 我們10月13號就解隔了 然後希望呢這些租名的這些紳士的這些藝術品呢 家長跟小孩們能多多打卡 今年10月城市博覽會期間 國門廣場出現11位紳士作品 受到民眾熱烈迴響 經過金融市政府和住民美術館洽談合作 10月7號正式重返國門廣場展期一年 我們住民老師的紳士系列重新回到基隆國門廣場 那這是我們跟住民美術館長達一年的一個合作計劃 那我們不只是讓這個雕塑重回廣場跟市民同樂 另外呢我們基隆市的國小跟國庄的小朋友 在一年之內也可以無限次的這個暢遊這個中美美術館 那這是一個藝術紮根喔 然後這個向下來深入的一個合作 那我們相信未來基隆市跟住民美術館 也會有更多而且更廣泛的一個合作關係 所以我們是把整個基隆市當成是保護館 也把整個基隆呢當成是美術館 跨空間的一個串連 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麗 基隆市政府和住民美術館 還簽署了學校藝術教育合作計劃 從10月1日起全市幼兒園國中小師生 一年內不限次數免費參觀著民美術館 希望讓更多的城市美學帶入宇都基隆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